警報聲響起高鐵應變中心全員動起來急忙查看各地列車狀況 這是回顧0403花蓮大地震時高鐵人員的應變狀況 高鐵應變中心是所有資訊的匯集地 地震影響的包含範圍設備異常或者是區域跳電等等狀況 都會及時回報最後做出決策 而內部SOP流程也曝光大部分蒐集資訊的部門 就是號稱高鐵的中樞神經行控中心 在0403花蓮地震那一天一共九個崗位 他們分別做了哪些應變措施 地震強度不同采取的應變措施也不同 0403那場地震高鐵系統評估 震度已經達到一百二十到一百七十九的等級 屬於大型地震而應變措施就是以四十五公里以下 復始經過五個階段逐步提速到兩百三十公里以上 同時會採取地面巡檢確保安全 偵測應變機制像是地震異物入侵落石邊坡滑動等等會直接自動停車 另外足跡應變的像是大雨等等達到第二級以上車輛就得降速或是停止運轉 另外在地震發生時這塊大看板也能掌握哪一列車在哪個區域電力狀況如何一目了然 地震來得又急又快高鐵應變讓乘客能夠得到最快的運輸效果 三選許正我們就來台報道